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去這個投信買過基金 當然現在有些銀行的通路 或證券都有在幫忙賣基金 所謂的基金就是 投資信託公司 證券信託公司 它這個就叫投信 它把這個錢募來之後 然後由基金經理人 也就是操盤人 他來做買股票的動作 那下面還有所謂的研究員 研究員就是寫一些研究報告 給基金經理人 作為操盤的怎麼樣 一個依據參考 那上面還有一個操盤的副總 那這個副總他就是怎麼樣 管所有的這些基金經理人 為什麼呢 怕裡面 因為早期台灣的投信 有一堆基金經理人 跟外面的這個主力掛鉤 那麼去買一些地雷股 譬如說現在你用你的基金 譬如我旗下基金有30億 你用你的基金幫我拉這一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它沒有基本面 公司是虧得一塌糊塗 但沒關係 你幫我從20塊 譬如說先拉到25塊 我就先怎麼樣 譬如說200萬給你 拉到25之後 再往上拉每多少 我再給你多少錢 那中間這個有所謂白手套 那麼這個錢是主力 拿給白手套 白手套再交給基金經理人 那 所以說早期你會發現 你去買一些基金 這些基金 他去買的股票亂七八糟 很奇怪 投資人就虧死了 你知道嗎 都在虧這些去買基金的投資人 那反正我是基金操盤人 我收了黑錢 總共收了一千萬 對不對 那我的績效 全公司最後一名 因為最後主力會坑殺 就是幫主力出貨 對不對 然後沒關係 我再換一家投信就好了 各位懂吧 我在投信上班 我作為一個操盤人 一個月薪水幾萬塊 那我搞這一檔股票 我可以弄個一千萬 各位觀眾 有錢能使鬼推磨 久了以後 就有這個投資人抗議 我買你的基金 你給我去買這些 阿薩布魯對不對 虧損大王 賺鴨蛋的公司 所以就變成怎麼樣 開始很多投信就嚴格規定 旗下的基金 不可以買 虧損公司 所以你們看台灣有很多 現在台北股市 很多的股票 只要是虧損公司 投信都是零此股 為什麼 就是怕這些基金經理人 跟主力掛鉤 然後把爛股票出給基金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那這個投研部的副總 就盯著這些基金經理人 當然啦 也有聽說過 投研部的副總跟主力掛鉤 有沒有 准許下面的基金經理人 買這些奇奇怪怪的股票 所以說你去買投信的基金 現在當然這種情況就比較少了 我說的是很多年以前 那你 但是你現在買投信的基金 它有一個淨值表嘛 對不對 每天淨值變化 你買了1000萬的這個基金 現在賺了12% 對不對 那你舒服賺了120萬 那可能虧了30% 你就賠了300萬 它的基金的那個淨值 是沒有辦法騙人的 對不對 但是什麼可以騙人 投顧老師啊 各位懂嗎 你們交會費給投顧老師 因為它的操作沒有淨值表 是隨便它唬爛的 明白嗎 像昨天 我舉例就好 昨天這個域名不是大漲嗎 對不對 然後你看今天又衝上去了 今天一定有投顧老師叫 為什麼 新加入的會員 昨天被他用域名騙嘛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買域名 他昨天買域名 可能也是追在漲停板 因為你看之前都沒有人講 散裝貨櫃沒有人講 突然間昨天比如說域名漲停了 這些投顧老師 尤其是那個網路大的 投顧裡面的APP 進去看都是在恭喜恭賀 為什麼 有這些股票什麼域名 中行 四維行有沒有 但是你要說他真的沒有叫 他怕你們會告他 他會叫他叫接近漲停板 或是叫漲停板的 你就沒辦法告他 我有叫我會員買 我沒有詐騙 這些收盤只有這三檔漲停的股票 我會員都有 比如說都是買漲停的 那你這個不是會員的 一看到網路APP 哇好厲害 對不對 漲什麼他們都抓得住 其實是買漲停板 你自己沒有手沒有腳 你不會打電話去買 或是你自己電腦下 買漲停板 你不會我教你 對不對 然後這個非會員一看 哇好心動 趕快參加 參加之後今天 早上域名又開高 對不對 大家心想又可以追 那些老師就 他一定會帶你追的 你放心 一定會帶你追 收盤掛掉 老船長何以見的 為什麼一定會帶我們追 因為你要知道這些老師 他們帶你追 如果真的又在大漲 他可以拿出來再騙 如果沒有那是你家的事 他明天還騙別的 所以你一定是參加他會員之後 前面幾支屌柱之後 你就沒辦法再動 後面你就看他 每天恭賀不同的漲停板 所以你看他的節目看三天 三天的股票可能都不一樣 這台灣現在的頭顧詐騙手法 那主管機關也沒在管 所以就造成這些頭顧老師 肆無忌憚 你聽得懂嗎 你常常聽到一個頭顧老師很厲害 他買的股票都一定漲 那絕對是金光檔 我敢掛保證 為什麼我在這行業這麼多年了 他會比我厲害 不可能我可以告訴你 股票的錢本來就很難賺 但是用騙的就太容易了 那老船長你為什麼不騙 我堅持啊 因為我覺得會有報應啊 騙人的我覺得不會有好下場 就像我自己常常發誓 我節目內容說謊不死 我個人跟你們無關 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請官司英普查作證 全中華民國投顧業 只要有任何一個分析師敢 像我這樣子掌握去死的 我立刻退出頭顧業 我這個讀事發了十幾年 沒有一個人敢跟的 然後你看節目 他都告訴你他不騙 金光檔會跟你說他騙嗎 所以很多觀眾很奇怪 都退休了一大把年紀 社會歷練也夠了 遇到這些 甚至很多老師的年輕小鬼 對不對 專門騙你們這些歐梨上歐巴桑 你們就被騙了一任一任的 那你說你不是豬腦袋 不是活該是什麼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的心就不正 哪可能天天大賺永遠漲停 這個白癡都知道 但因為主管機關沒有抓 所以他們怎麼樣 肆無忌憚的騙 尤其是網路 你去看那個APP 你去看裡面 永遠每天功課漲停 你去參加如果有的話 我跟你講 我投給你當板凳座 因為我知道他們怎麼騙的 我當然曉得 對不對 我不是說嫉妒羨慕他們 收到很多豬腦袋會員 我不是 我只是覺得這些人 我跟你講父母親 把你養這麼大 書也唸得不錯 考上分析師 幹這種龐龊的事情 然後賺了錢還洋洋得意 真的是很不要臉 那我告訴你全世界 只有在台灣有這種事情 全世界只有我們 有這種投顧節目 也只有我們的 這些高級私人分子 一堆都在騙 對岸中國大陸 早年也一堆老師在騙 為什麼 台灣的老師過去 中國大陸教他們騙 後來中國共產黨心想說 哇 老百姓去參加投顧對不對 根本都輸死了 然後那些老師還說大賺 就開始徹查 投顧幾乎都怎麼樣 倒成一片 比如他八十幾張執照 全國全中國 真正營業的投顧沒有幾家 然後都禁止招收會員 當然有些投顧 他背景很硬 比如說市委書記什麼 跟他好朋友 他還是照樣偷偷在招收會員 還是用台灣人 教他們的那一招片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們自己在看投顧節目 你如果當初因為你的老師說 他要多厲害多厲害對不對 你參加後輸死 你不要怪別人 怪你自己 為什麼 你就豬腦袋好騙 對不對 已經跟你說過多少次 股票市場要賺錢 其實很困難 只有台灣的這些老師 再講最後一次 為什麼他們可以天天這樣騙 因為主管機關沒有查 這樣懂意思吧 如果主管機關天天在撤查 你說你天天大轉 永遠漲停 要抓證據什麼 兩三下就戳破了 這些老師全部都怎麼樣 要抓去關 懂嗎 現在你在中國大陸 你偏偏看 一定抓去關 今天AI正如同老船長 最近一直預言的 就是說他要大跌 你要綁上安全帶 因為你們在看我的節目 然後你們手上都是一堆的AI 為什麼你看我節目 並不是因為你喜歡我 是我每天在講AI不好 你看到我就很 那個字不能講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你還看 因為只有我在解AI 而且只有我解的對 你的老師再繼續用別的片 對不對 你看我的節目 我解的對 你又不相信我 然後又很生我的氣 然後你的套到最後 深陷泥沼 不是嗎 所以我問你安全帶綁好了沒 當然你融資的就不用綁 你融資買就準備斷頭 準備斷頭 我跟你講最後會有一波 殺到我跟你講 見股的 這我在股票市場的經驗 為什麼到最後會有那種 失望性賣壓 三字經都出來的那一種 你聽得懂嗎 而裡面會有很多是融資 最後一波多殺多斷頭 因為融資 我常講水能載舟 它硬能夠復舟 就融資它會助漲 它也會助跌 各位明白意思嗎 譬如說 今天的偽創 各位看 已經怎麼樣 最低來到89塊 對不對90塊跌破了 這都跟我預期的一樣 那我不是在節目中一直跟你們講嗎 這個根本守不住 前面這個低點守不住 它會這樣子 然後是 扛一個 老三才會害怕 有沒有 我跟你講今天就快了 還差一根跌停 還差一根跌停鎖 懂不懂 譬如我預估還差一根跌停 它應該會 如果跌停鎖的話 它第二天再開低 那個叫超跌 超跌天的懂嗎 因為融資斷頭 證券金融公司會幫你賣 證券金融公司會幫你賣 那麼那一根超跌呢 就是你接下來去買的人 會比較安全 不大會跌 不大會跌 不代表馬上要漲 我講很多次了 為什麼 這股票套了上百萬張 對不對 哇下來一根跌停鎖 再超跌一點點 這直接上去 不可能嘛 為什麼 這邊套牢了這麼多人嘛 大家懂意思吧 它可能就需要一個時間整理 那在這個整理的時間 譬如在明年一二月的時候 投信 圓月效應 投信會針對2024年 哪些股票比較願景的 它要做一個重新布建的動作 那個時候投信的買盤 就會進來卡位 2024的AI個股 那不好意思 現在是12月 我說過年底你都不會解套 我講的對不對 準不準 老船長你講的越準了 我就越慘 沒有錯 誰叫你不聽我的 導播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多空雙響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鼓動乾坤 好 那麼我們看完偽創 來看陰葉達 難兄難弟 長得差不多 陰葉達又更弱了 來一樣 我比一下 就需要怎麼樣 礦一下 一支掌停 對不起 一支跌停鎖 舒服 疊停鎖才會抄疊 因為第二天再開低 讓融資最後斷光光 老船長你好狠 如果我今天坐在這邊講 大家就不要聽我講了 那你老船長根本就在看圖 說故事對不對 然後最後來收割 然後什麼這個幸災樂禍 不是 我講好幾個月 我講好久 從這邊就開始一直講 至少講三個月 人家在拼命招收會員 我在這邊做公益節目 最後你會發現 大部分的散戶現在爆的都是 AI的個股對不對 那你看我測標 AI的高層在賣股票 在賣輝達NVIDIA的股票 你們台灣這一些 蹭一點點的只佔10% 20%的公司 還在拼命加碼攤平 好不好笑 難道你們會比 灰達強嗎 灰達的毛利率多少 他的市值多少 你們這些台灣的 這些公司 蹭一點的 你當做EPS 也會跟灰達一樣那麼厲害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當灰達的高層都在賣股 你注意有些股票 他高層在賣股的時候 很多人還不覺得 這也沒什麼對不對 可是久你回頭看 都大跌一大段了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 對不對 那我用我的王冠AI系統 給各位看 大家沒有什麼 你沒有什麼好怨言的 我給你看 來3231 偽創 然後我們請導播照鏡 有沒有 第幾天了 你每天看我節目嘛 那這邊呢 我說過 他是貼著黃金線的 不要買打叉 來照整張 那時候漲到104嘛 偽創 我說這個真的是 一堆散戶 在投顧老師慫恿 每天什麼拉回要買 不要怕 揮軍北上 結果是南下 你的老師南北都搞不清楚 真的很可悲 為了自己前面中的陰 現在的苦果 不但不承認 我講的陰跟果 都是會員在承擔 他的會員怎麼樣 在高檔買的低檔這個苦果 已經在承擔了 那老師怕會員退費嘛 這個地方不要怕 那個買點要到了 我們要在揮軍北上 是 所以你的老師可能沒坐過火車 坐火車他南北可能搞不清楚 這個叫南下 這不叫北上 誰講的準 我講的準 可是呢 這些人會費交給那個會騙的 這樣各位懂意思吧 老船長就是講真話 真話往往都不好聽 各位你不覺得嗎 你的人生從小到大 真話像我這種真的節目對不對 大家最多就看 看完就很生氣 喜歡看那個每天畫餅 只要跟著我就永遠大轉 天天漲停 老師好厲害 這一隻漲停也有 今天那隻漲停他也有 那都是騙嘛 跟你說那種騙的節目 已經在台灣不知道騙了多少投資人了 對不對 一開始節目就 親愛的大家跟觀眾先怎麼樣 拉近距離我看到想吐 親愛什麼 人家花了錢 教你參加你的會員 就被你當豬腦袋宰啊 這種就是怎麼樣 雙面人 明白嗎 不夠真誠 沒關係 我已經跟你們說過很多次 如果你怕被人家騙 你安裝一套決策系統 你不一定要安裝我的嗎 我有說過你一定要安裝我的嗎 沒有嘛 我說你要安裝一套決策系統 來幫你先抵擋這些會騙你的頭顧老師 這第一步 對不對 那像我們的系統你安裝之後 一秒鐘你就是股神啊 誰能夠騙你呢 老船長有教啊 對啊 你看喔 我有教你們啊 我說喔 有一千幾百檔股票 這個王冠宏這麼弱的 黏著黃金線 為什麼我要發明這個黃金線 這個黃金線 就要補足全台灣所有的投顧軟體 記不記得 我有講過 所有的軟體 只有我們有黃金線 這一條黃金線就是幫你們把關 以前有老師說 紅就是買綠就是賣有沒有 那老師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為什麼 會員照著做死光光啊 有黃金線就告訴你 這個打差不能買 它雖然是轉多 但是怎麼樣 不夠強打差不能買 我有教啊 所有的軟體只有我們有啊 為什麼 因為我最懂 我大概在十年前就在做軟體啊 我一直研發改進 我發現哪些地方不對 為什麼大家紅買綠賣照著做都死 所以我發明黃金線 那你安裝我這一套軟體之後 你就照著做就可以了 我跟你講不要的啊 黃金線黏著的不要做 你不要做 你找那個王冠紅跳上去的 就舒服了嘛 對啊王冠黑要買嗎 連考慮都不用考慮啊 那你可以避開節省大量的時間 跟怎麼樣少賠很多的錢 對你來說 何樂而不為 對不對 天王老子都沒辦法騙你啊 不是嗎 對耶老船長 所以說 剛剛給你看偽創 我給你看音樂達 來一樣 我不用舉太多例啦 有沒有 更弱嘛 這邊我之前他翻紅 我不是跟你講嗎 打差不要 還在黃金線下 所以為什麼我要設計黃金線 因為有些股票 他短線是有點轉強的跡象 但是怎麼樣 不要買那是誘多是騙你的 這個在我設計的黃金線 就可以克服這個 全國也只有我有 聽得懂嗎 我這麼用心 智商高的人看我節目 早就安裝了啦 那個沒有安裝的 現在輸一輸算的錢 你輸掉的錢可以裝我 這個裝了十年八年的 何必呢 對不對 李廖老師今天節目 敢不敢講偽創 你注意看 不敢講 他突然間告訴你 他買一支股票 因為只要不要臉就好了 當投顧老師 只要不要臉就可以啊 敢騙對不對 主管機關拿他沒辦法 因為主管機關只有兩條 第一條 停牌 第二條罰錢 然後呢 你停我牌 我去度假 你罰我錢 我騙了一千萬 讓你罰三十萬六十萬 各位觀眾 這個生意可不可以做 可以嘛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 這些投顧老師都不怕主管機關 到底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常講 如果你的老師 就是公然的詐騙你 你就告檢調單位 因為有些投顧 他是有門神的 立法委員在照 你聽得懂嗎 你告主管機關沒有用 檢調單位他就怕 因為立法委員也怕檢調 你官縮看看 靠起來 懂嗎 那我講這些無非是要保障廣大的投資朋友 你覺得我講得好 幫我按讚 對我沒有指名道姓 同業不要對號入住 聽得懂嗎 幫我按讚 這一集轉發給你所有苦難的朋友 有參加投顧的 被騙得跟豬腦袋一樣的 讓他們知道他們是怎麼被騙死 好不好 那AI的個股會差一根跌停 那根跌停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鎖住 鎖住第二天再開低 為什麼 因為證券金融公司會幫你賣 因為你是融資買的 對不對 你這邊輸了斷頭 再去借錢來融資再斷頭 再去借再斷頭 最後一次斷頭 就是我預估的那個區位 會比那個再低一點點 然後那個時候 你們鎖定我節目 我會號召全國想要做AI的 投資朋友來跟著老船長 我最有資格 對不對 沿路一直告訴你 注意買點要揮軍北上 都死光了 對不對 叫你抱著都千萬不要賣 一定要每天來膜拜 對不對 然後你就傻傻的 我的老師好棒 堅持到底 其實是他在等你的會期到期 你這個豬腦袋 你會期到期就滾了 他就不用管你了 你們到底懂不懂 這些投顧老師會講 頭腦都很好 能夠考上分析師的 對不對 當然啦 我號稱亞洲金頭腦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我不騙 我要騙會輸給這些老師嗎 我都知道他們怎麼騙了 我只要研發改良一下 我會員一定收全國第一 但是我不願意幹這種事 這種骯髒錢 不要也罷 懂嗎 你們聽老船長的話 要嘛你就跟著我做 我也不會把你 不會當 不會把你當豬腦袋騙 你如果不願意跟我做 沒有關係 你自己怎麼樣 安裝一套系統 你自己安裝 但你就不再是豬腦袋了嘛 你不要每天怨天遊人 我就是因為這個不懂 那個不懂 沒有關係啊 科技可以幫助你 來逃離這些 金光檔頭顧老師的魔爪 否則你怎麼辦 你要用科技來怎麼樣 戰勝他 所以跟你講什麼偽創 跟你講音樂達到鬼扯淡 王冠早就黑了 而且紅也沒有效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 根本就是怎麼樣 根本就是怎麼樣 反彈都是逃命 你們現在回想 老船長講的這句話 是不是很經典 反彈都是逃命 那這種我看多 最後都會有個 沒跌段 那個很兇的 那跌真的會讓你懷疑人生 那你何必要把自己 搞到那種境界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我的觀眾 你已經很聰明的 在這幾個月 反彈都逃命 你早就沒有AI的 你鎖定我的節目 等到我告訴你 AI可以買的時候 跟著我一起來 那個底是絕對可以抄的 而且未來2024大漲的時候 你可以享受倍數的獲利 現在時機還未到 那你要先學功夫啊 先把這個安裝好 如果你不願意跟著我操作 也無所謂 至少你要趕快 遠離那個大魔頭 懂嗎 每天騙你 你會發現他越來越有錢 他可以孝順父母 照顧兒女 你的錢都被他騙光 懂嗎 那你也不能怪別人 誰叫你要當豬腦袋 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安裝之後你絕對不是豬腦袋 那是你人生自己的選擇 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你要選擇當豬腦袋 或選擇當一秒鐘 你就是鼓神 電話在旁邊 你自己做決定 自己的人生 本來就是要自己做決定 不要怨天尤人 5 4 改變你的醫生 拿起電話 開始撥打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